要通过X射线寻找黑洞 寻觅黑洞已经成为了许多天文学家梦寐以求的一件事 但是黑洞既然是黑的连光线也无法从它表面逃脱 又如何去发现它呢 落上黑洞的物质尽管一去不回 但是落上黑洞的气体在到达黑洞看不见之前 会一直绕着黑洞在轨道上旋转 最终形成吸击盘 吸击盘内的气体由于相当剧烈的摩擦升热 发出热辐射最后导致发射X射线 这X射线也正是气体进入黑洞前的最后踪迹 但是气体落向中子星或者白矮星时也同样会放出X射线 怎么办呢 那必须得进一步考察X射线源的质量 如果它的质量超过太阳质量的三倍就有可能是黑洞 所以这就形成了探测黑洞的一种途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